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爱看一个电视剧 我都把它看完了 叫悬崖 就是小宋家和张嘉义 演的还获奖的 一个电视连续剧 你看我看完了 就说明它好看 有好看之处 但是我仍然会觉得 你看中国的电视剧 比如两个人要告别 恨不得得有五分钟 再告别 两个人得说说 我们俩走了之后 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想你 你怎么怎么想我 哭一通抱一通 可是我又想起来 这个美国的电视剧 24 hours 24小时 那个里边也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美国英雄 他跟他的女儿 他可能离了婚 跟他女儿 因为他为国奉献 常年不能见他的女儿 但是跟他女儿 在警察局见到之后 临别他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那么 人家就几秒钟的一个眼神 人家那叫24小时 在独秒的节目 结束很快 没时间跟你传讲50集 拿五分钟 恐怖分子炸白宫都才是30秒 你告别告五分钟 可是我就觉得 人家不查电视剧 人家虽然美国电视剧也挺俗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感情 我怎么就会觉得更 你说是高级还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一个妇女之间 妇女之间一个眼神 我们的观众 禁在其中了 就都明白了 他会用不着哭哭 我怎么怎么着 对不起你 他不用这些 为什么 我们以前好像聊过这个事 我就觉得中国 现在这十几年 有一些形容词 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有个形容词 我常常在官方媒体的报道里面看到 就激情 对不对 常常说某某领导说话 他激情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些 像李春成啊 这些因为贪污啊什么 被搞下去 看他们之前讲过什么话 那报道讲到时候 在什么反腐大会上面 他激情的表示 就根本每个官员都很激情 然后什么什么也很激情 就你发现中国的 从官场到主流媒体 到一般充满这种情绪化的形容词 那个情绪都是非常剧烈的 就整个就是不能节制的 不能中庸的 我觉得这是今天 中国人的一个情绪状态 就他只能这么高 要不这么低 他没办法很中道 你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当前新领导班子 要纠正的就是这个事